全国拥有超级豪车最多的人 不是王思聪也不是勤奋 而是一个二手车贩子 在职业面前富二代的兴趣根本不值一提 在深圳人人都知道奥康达 不是卖皮鞋的那家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展厅 12万平方米的室内 停着超过3000多台精品豪车 这里的生意有多好呢 深圳交警支队的车管所 直接进驻奥康达 同样的展厅奥康达还计划 在武汉投资25亿再盖一个 有这样大手笔的老板 就是中国二手车教父陈祥发 因为自己就是做豪华二手车的 陈祥发每天出门的豪车 也是各式各样 劳斯莱斯幻影这样的车 在深圳已经不要眼了 如果你在深圳看到一台劳斯莱斯天破 那里面可能就是陈祥发了 天破是劳斯莱斯的新旗舰 全球限量20台一台超过1300万 如果你在深圳 还看到一台银色的丰田世纪 那里面做的肯定就是陈祥发 丰田世纪是有钱都买不到的丰田旗舰 一般在香港和内地 几个别日企老板或者日本大使 才有资格使用 陈祥发发哥的名字 在深圳不是吹牛的 其背景深厚财力强大 在深圳是属一属二的巨富 陈祥发1999年 在深圳罗湖区创立奥康达 进入二手车事业 在中国汽车市场最火的20年 陈祥发赚得盆满钵满 成为中国最大的二手车老总 这背后是强大的资金流 以及金融贷款业务 但是让陈祥发真正屹立在深圳富豪圈的 不是二手车业务 而是他在2008年成立的城脉地产 本来是给奥康大概二手车交易展厅的 也就是展厅旁边的 388米高的天际城脉中心 在2016年陈祥发又通过城脉地产 冷不丁地搞出了一个大项目 深圳湾公馆 这个位于南山区后海大道 与东宾路交汇东北角的超级豪宅 已经成为深圳高层 富士住宅的标杆之一 大楼150米高乘L型布局 215套住宅单元都是精品富士 室内装修由黄志达先生亲自操刀 在阳台眺望南山区 每一栋大楼都是深圳的印钞机 想要住宅这样的顶级住宅 你得负担起1平米18万的金钱成本 此外陈祥发的产业 还有城脉金融科技集群 国际高端定制酒店 Icon Hotel 以及拥有200万的 全国土地储备的深圳物资控股 这样的资产水平 足以让陈祥发跻身深圳富豪榜行列 令人称奇的是 自由40多岁的陈祥发 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 在20年时间内 迅速积累如此巨额财富 但是关于其家庭背景 以及真实财富水平 在网络上却是查无此人 其突然从二手车转入房地产 成立城脉集团的财富来源 也令人捉摸不透 可以知道的是陈祥发是惠东县增光人 惠东县也是广东的富豪摇篮之一 惠东首富是荣超地产董事长杨荣毅 巅峰时拥有120亿元的财富 而通过倒推 1999年才20岁左右的陈祥发 就创立了奥康达 可见其家庭实力 在90年代已经十分优渥 如今的陈祥发财富规模 被估计在50亿元左右 算是惠东县 能够依紧还乡的几个人之一 而今天就会继续